這個中國大陸 透過這個東風三十億 是在表達一個實力 我們已經到達均衡狀態 雙方面要做下來談的時候 你不可能以實力的地位 來對我中國大陸指東指西 美國在這個前一陣子 在這個菲律賓 固執了這個提風系統 本來說這個提風系統要撤 現在又放回來 然後就是說 而且看起來沒有 目前沒有馬上要撤的這個打算 所以其實他做這個發射的動作 其實也就是展現出 他有能力超過這個提風系統的範圍 就是展現他的這種威射能力 當時火箭軍發生的時候 剛才又同時發生秦剛的這些事件 很多人已經在大陸上 開始懷疑北京的領導能力 是否能夠貫徹意志 是否能夠指揮得動 那現在透過這個試射 證實一件事情 他已經牢牢的再度掌握了 火箭軍 而且隨時可以進入戰備的狀態 這個是意義非凡 洲際彈道導彈 我們簡稱做ICBM 這一款陸基型的ICBM 他基本上是在回應 美國前一段時間 民兵三型的ICBM的試射 在去年的十一月份的時候 美國拿民兵三型的ICBM出來試射 但是試射失敗 今年六月份美國又不服氣 拿民兵三型的ICBM出來試射 這一次試射的射程是半射程的 只有射程的距離是六千多公里 如果是全射程的 因為照道理來講 ICBM的全射程是一萬兩千公里 一萬兩千公里就可以進入作戰的狀態 但是美國在今年六月份的試射 是六千公里 不管是幾公里 美國民兵三型的試射 被視為是對中國大陸的威責 中國大陸當然有計畫的必須回應 但是你要知道就是說 美國的陸基的導彈 ICBM只有一款在服役中 就是民兵三型 中國大陸有三款 東風五型 東風三十一 以及東風四十一 那有一款說 據說東風五十一 但是還在製造當中 美國有一款叫哨兵 也還在製造當中 所以對於這樣的一個武器的比賽 中國大陸當然要回應 他的回應也是蠻周詳的 他剛發射了這個東風三十一 A機型的 他基本上東風三十一 是在二零零六年開始服役 比這個美國的民兵三型 還要來的晚很多 可是維護這種洲際彈道導彈 是很花時間 很花金錢跟人力的 所以如果要馬上進入作戰狀態 考驗的是雙方的維修人員 維護人員的水平如何 美國的民兵三型的陸基型導彈 很明顯的維修不良 因為可能時間太久 也有可能維護人力有問題 所以他試射的是半射程的 但這一次中國的東風三十一 A機是全射程的 射程的距離根據實測的資料 是一萬一千五百公里 已經到了一萬兩千公里的標準 如果是他在特定地點發射 是可以打到美國本土的 這樣的一個試射 當然會帶來軍事武器上面的震撼的效果 就是說中國大陸回應 美國的民兵三型 有足夠的實力 足夠的武器 可以來打這個武器 但是你要瞭解到中國還有東風四十一 對 很客氣 這次大家想說 為什麼沒有發射是東風四一 那兩個原因 第一個當然是基於戰略性的原因 你民兵三型的大概就是等同一 他的東風三十一 那未來的哨兵 據說那些川普下令做的 哨兵系統可能會比東風四十一還好一點 但是我們沒看到 所以中國大陸是相對克制傳達訊息 我還沒有秀東風四十一 我先拿這個東風三十一 東風三十一有什麼特點 他的重量只有四十二公噸 三十二公噸 但是東風四十一就有四十二公噸 所以他的彈頭的量會比較大 但是三十一已經足夠了 他可以裝上十個分彈頭 可以分別打美國十個城市或十個地點 這種所謂ICBM裝的一定是核組器 他不會裝常規導彈 跑那麼遠才送這個常規導彈 顯然是不划算的 也就是說中國大陸有辦法從事核子爆股 所以對於美國來講 這雙方面產生一種核子武器的均衡狀態 不過另外一方面來講 只能說陸基的核子武器的均衡狀態 因為中國大陸在長城的戰略轟炸機的品質跟數量還是輸給美國 然後另外的在潛水艇可以發射的戰略核子武器那數量也輸給美國 所以如果純就數量來講的話 美國現在在這個潛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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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子武器以及戰略轟炸機是具有優勢的 但是中國在陸基導彈是具有優勢 以目前的這一次的試射狀況來是這樣子 是不是在回應這個拜登的聯合國講話的內容 我比較不持這個看法 我比較認為是在回應民兵三型的試射 因為這個試射的規劃計畫應該是早於這個拜登在聯合國演講的時間 那拜登也是老生常談 他講東講西對一個即將卸任的總統 美國的媒體也懶得報導 是因為我們在注意中美關係會特別強調一下 那他講的也沒有什麼心意 他要把中國大陸圍堵在所謂的第一島鏈 是一個不切實際的幻想 現在中國大陸在第一島鏈上面有相對的優勢的這個武力 可以捍衛他們的海岸 美國那要跑了一萬公里到第一島鏈來 他的實力已經逐漸的在衰退當中 所以他需要找了澳洲需要找了日本來幫忙加強 但是我覺得憑日本澳洲跟美國加起來 基本上要第一島鏈裡面的相對實力的話 要壓倒解放軍是原木求魚 何況還有一個古事單單的俄羅斯在北邊 所以這種軍事上的戰略平衡 這個中國大陸透過這個東風30億 是在表達一個實力我們已經到達均衡狀態 雙方面要坐下來談的時候 你不可能以實力的地位來對我中國大陸指東指西 剛剛蔡老師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這一發的這個導彈就是射給美國看的 沒有錯 他已經進入作戰狀態 而且全射程的施捨 我接下來請教一下左老師 因為這個時間點是在大家預計會有這個拜習會的之前 那也是在十一之前 所以這個時間點是不是特別有挑選過 這個時間點看起來當然會讓大家有很多的想像空間 那其實也有人認為說這個是北京在這個時候發射這樣子的一個飛彈 其實你看各國的反應 美國跟日本 美國跟法國的反應 因為它在發射之前是有跟這個美國跟法國都做過通知的 所以美國對這樣子一個發射反而是一個比較正面的態度 所以對於拜習會來說 它的意義就在於說雙方競爭但是鬥而不破 雙方不會走向直接的衝突 我覺得這個其實意義比我們看到它發射這個動作來說 它的意義更大 當然我其實也要補充一下剛才蔡委員所講的一些 就是關於它這個發射 我們可以從另外一個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它 就是說因為這個第一個就是說 美國在這個前一陣子在這個菲律賓 佈置了這個提風系統 本來說這個提風系統要撤 現在又放回來 然後就是說而且看起來沒有 目前沒有馬上要撤的這個打算 所以其實它做這個發射的動作其實也就是展現說 它有能力超過這個提風系統的範圍 就是展現它的這種威懾能力 那我認為其實更重要的一個意義是在於說 現在全世界的主要強權都重新可能進入了一個 核子競賽的這樣子的一個軌道上 因為不只是說大陸跟美國有發射這樣子的飛彈 法國在去年11月也發射了這個M51的這個洲際彈道飛彈 那它是從法國南部發到了北太平洋 北大西洋 那另外就是說在英國跟這個俄羅斯 今年也有這樣子的試射動作 那當然這個就因為這些長程的飛彈 它都主要是裝核子彈頭 或像美國的這個這個民兵飛彈 它是可以裝輕彈 那為什麼大家要去去操練 這樣子的一個發射系統呢 主要因為2026年2月 這個全球的這個核子限武條約就會失效 目前看起來不太可能再去延期 所以到時候就會有一輪新的軍備競賽 大家等於都要在這個之前做好準備 秀一個武力 秀一個肌肉 對 就是在這個之前能夠就是說 做最好的這個準備 到時候就可以去威懾對方 就是讓對方不敢輕舉妄動 所以我認為這也是為什麼這些國家 現在都開始去試射它的一個這個長程 洲際飛彈 所以這個時間點是 除了就是近期的看到這個敗席會 可能在見面之前 那遠程的話看到是2026年 這個時間點那相對的很重要 不過這次我們看到美方呢 第一時間也回應了 反而是稱讚說中國大陸的這個透明度 因為他先通知了美國通知了澳大利亞 我請教一下李老師怎麼看 對 就是不管美國心裡面怎麼想 但是因為基本上美國一天到晚講說 類似一些軍事的舉措要透明化 要事先通報 對 所以這一次五角大廈的這個公開的講法是說 是好的 但是希望中國大陸未來在彈道飛彈試射 跟太空的一些衛星的這個發射上面 也能夠做到更好更周延的一個通報 他的講法就到此為止 那我蠻同意剛才兩位所說的 目前美中就是高手過招了 抖而不破 鬥而不破 而且是點到為止 那一方面可以看到好多的一些對話 尤其是兩軍的互動 基本上已經完全幾乎都接回來了 包括我們一直在看的 佔據領導人的這個通話也OK 還有一些比較工作層級的對話接起來 MMCA海上的一些遭遇的對話機制 也把它接回來 那現在就是這個 我覺得比較有趣的地方就是說 中國大陸你看他表面上講法都雲淡風輕 就是老吊重談 是 防衛的國防政策 我是絕對不率先使用核子武器 核子武器不會去攻擊沒有核武的國家 他的新聞稿也非常的短 大概只有一百零五個字而已 對 而且是奉行這種防衛性的一些政策 所以這是他一貫的講法 但是從這個軍事上還有從政治上來看 就沒有辦法這麼雲淡風輕 因為就像剛才委員跟卓老師所提到 因為這個東風三十億這個增強型 他本來最早就八千公里 但他這一次是幾乎是十彈 不 對不起 十站 然後幾乎是全射程 大概一萬一千多公里 就是大概都不能等前世之 為什麼這次這麼關鍵 因為這是四十多年來 第一次中國大陸的彈道飛彈試射 是往太平洋方向發射 過去都在境內在戈壁 東風三十一 四十一都分別經過一些試射 東風四十一至少十一次吧 二零一二到二零一九 二零一九最後一次 但是都在境內 而且是各式各樣的測試 就是他有測試不同的一些項目 東風三十一也有 大概過去也好幾次的試射 但方向不同 我覺得這後面的意味就是不同反向 那當然我覺得這就是也要增強 展現對美國的嚇阻實力 就像美國現在的確他現在是應勇兵三星 或是民兵三席 未來在二零二九年到二零七五年 他有新的東西要出來 所以即便在核彈頭的數目上 中國大陸可能只有美國的十分之一 但在一些載具上面 他還是有一些並駕齊驅的能力 所以我會說這是高手過招 那有好多層面 我還是會跟你對話 會談很多事情 但該做的我就是做給你看 其實美國也是這樣對付中國大陸的 剛剛三位老師提到就是說 這次中國大陸的試射導彈 其實對外就是做給美國看 那剛剛左老師也提到說 還有就是給全球的核子競賽 大家一起來看的 我接下來要請教一下蔡老師 我們剛剛提到都是對美國的一個態度 但是對內這次的試射 其實也有一些的訊號出來 對內應該我要彈一口氣 前一段時間火箭軍實在搞得太糟糕了 兩大問題 第一個所謂貪腐問題 習近平已經進行整肅 幾乎把火箭軍的高層全部都換了一輪了 第二個問題比較嚴重一點 就是泄命 現在還不清楚到底泄命泄到什麼程度 但是已經讓美國的智庫可以公開出來說 你的營區在哪裡 你的指揮官住在哪裡 這個太誇張了啦 所以表示美國滲透到火箭軍裡面 是相當嚴重的問題 這個在空軍 海軍陸戰隊 以及空中突擊隊還有陸軍 沒有這種情形 那為什麼火箭軍會搞得這麼糟糕 所以現在是整頓之後重新出發 因為在自從火箭軍爆出人事大整頓的時候 很多這個國外的智庫都分析認為 中國大陸的火箭軍的實力 應該已經大打折扣了 但是這一次的試射證實一件事情 就是說雖然經過大整肅 但是火箭軍的實力能難在 因為火箭軍最重要的是要不斷的去維護 所有的火箭軍的這些火炮啊 一些導彈啊等等 能夠隨時在作戰狀態 這個在任何一個兵工產列 或者兵工系統來講 都不太容易的事情 不管是它的清淡的維修維護 是很花力氣的 它的這些包括像東風五行的 這種所謂的液態燃料的火箭 也都不是大家想像中那麼容易維護 而且大部分的製造的年限 都在上一個世紀了 已經算一算已經快要一百年了 這個話說來其實實在是 實在是要花很大力氣 但是現在秀給你看的是解放軍 竟然可以隨時在這麼一個古老的武器 馬上就進入作戰狀態 那對於這個國內來講 就釋放一個訊息就是火箭軍這個軍種 已經再度站在世界人的眼前了 已經某種程度也恢復到了 北京的領導的威望 否則的話 當時火箭軍發生的時候 剛好又同時發生秦剛的這些事件 很多人已經在大陸上開始懷疑 北京的領導能力 是否能夠貫徹意志 是否能夠指揮得動 那現在透過這個試射證實一件事情 他已經牢牢的再度掌握了火箭軍 而且隨時可以進入戰備的狀態 這個是意義非凡 因為每一個軍隊要隨時進入戰備狀態 真的很不容易 你看俄烏戰爭就知道 不是有個軍隊隨便造之起來 也不是來自能戰 也不是戰之必勝 這個裡面的每一環節都是很複雜的 包括俄羅斯的軍隊 也沒有辦法做到這樣的程度 到時候大家在比賽說 隨時哪一個部隊哪一個軍團 能夠隨時進入作戰狀態 這個對於政治領導人是無比重要 要不然評估失算 這個會造成災難的 而烏克蘭就是這樣子 他們好幾個部隊 莫名其妙被派到戰場上面去 就發現裡面都是新兵 一上去就被打掛了 尤其是在巴赫木特 這種情形很明顯 所以你政治領導人不能去假設你的軍隊 隨時能進入作戰狀態 隨時都有作戰實力 但是透過這一次的火箭軍 這種高度複雜的武器 他能夠做到這麼短的時間 因為他準備時間沒有超過一個月 我們所了解的資料沒有超過一個月 一個這種這麼高級的武器 在一個月裡面能夠進入作戰狀態 是實在很不容易的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 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澡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光源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前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燙光清爽高防曬凝露